崔总齐 崔总齐 你可算来了 崔总齐 我想了整整一夜 实在是想不出来 我是怎么把郑成给杀害了 你看 我在深时一刻 与郑成在闹时相遇 接着我想去冬季吃肉燥面 却没有想到 在半路被拍面拍大人 拽回盛天府 去看卷宗 没想到这一看 就是有时过半了才出来 这期间 我连一次茅测都没有去过 这个潘大人 和数位顺天府的差异 都可以证明 接着 我沿着南市小街回家 一路经过了董乐居 买了块儿酱肉 之后到了青云斋 买了青花酿 最后到了祥桂斋 买了最后一盒桂花糕 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虚实三刻 然而郑成 是在虚实到紫时之间被杀 而唐某只有在虚实三刻 到紫时这段时间 没有不在场证明 也就是说 如果唐某想要杀害郑成的话 必须要在一个时辰两个钟之内 到达欢义楼 将其杀害 并且 在顺天府老张到我家之前 赶回家中 然而唐某家到欢义楼 一共有五条路线 你看 第一条 正街转小路 可以骑成快马 单程最快也得三刻钟 已经超过了行凶时间 所以不可能 第二条 直走小路 就算是大内高手的角程 也得要一个时辰 不可能 第三条 穿过和府家宅院 这不仅要跑得快 还要飞檐走壁 也依然需要四刻钟 所以不可能 第四条 需要穿过清水河 搭船来到欢义楼 即使是两个人划船 也至少需要两刻钟的时间 那么剩下的三刻钟 唐某还要横穿欢义楼的五重院落 进入熟客长租的雅院 来到正程歇息的房间 将其杀害 并且整个过程 还不能被任何人看见 而且杀完人之后 还要在丑时之前回到家中 还有最后一条路 左柳云街 过老张的混沌滩向北 必须要在五刻钟之内 到欢义楼杀人 并且返欢 唐贩实在是没有能力啊 除非唐贩是什么 能够隐藏能力的矿石高手 不过隋大人 你看我这身板 你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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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